哈喽,欢迎来到莫乃刀装备,我是你们的莫乃君 今天咱们来聊聊近期热度比较高的蝴蝶Glazer系列胶皮 先说结论,毕竟是旗舰款的青春版,面子里子都过得去 但最令人感叹的还是蝴蝶精准的刀工 蝴蝶Tenegy与Dignix两款胶皮热度极高 从问世就一直受各路职业选手追捧 但是高性能也意味着高售价 大几张毛爷爷买一张胶皮,肉还是挺疼的 因此许多球迷一直都在苦苦找寻Tenegy与Dignix的替代品 蝴蝶官方其实出过Tenegy的青春版Rozna 在经过一波降价后算是真香了 如今上市的Glazer系列共有色性的Glazer 以及粘性的Glazer09C两款胶皮 正是蝴蝶官方推出的D05以及D09C的青春版 年色搭配,干活不累,蝴蝶懂得 先说面子,Glazer系列的配置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面胶方面,Glazer为旋转型05号面胶 这个面胶有多经典不多逼逼了吧 毕竟T05和D05都畅销这么多年了 Glazer09C为年性的209号面胶 这几年随着D09C的启示也挺火的 海绵方面,Glazer系列的海绵 均为D系列同款的Spring Sponge X 相比T系列的Spring Sponge孔径更小,弹性更好 观看参数,Glazer与Glazer09C完全就是照着D05和D09C的模子开发的 只是使用的海绵与相对应的旗舰款降了两度 D05是40度,Glazer是38度 D09C是44度,Glazer09C是42度 不过,海绵从D系列的鲜红色变成了灰色 再说里子,但这是一年一色两款产品 咱们得分开说 Glazer直观感受,在面胶张力方面 Glazer没有D05那么突出 并且因为海绵硬度也降了 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面胶的咬合力下降倒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不吃转效果 加上较为通透的手感 在弹机方面的表现倒是很突出 在中能力量下的机球很舒适 虽然不如D05那么细腻 但是速度要比Rozna快很多 因为胶皮的整体通透感太强 天花板不算很高 跟柔坦的Rozna相比 Glazer更显脆坦 也不像D05那种喷坦 所以Glazer虽然有D05的型 但是少了一些D05的神 Glazer09C因为海绵硬度更高 前面胶有粘性 胶皮的控制力很好 并且在旋转的感知上要更突出 速度虽然不如Glazer 但稳定性会更好 Glazer09C如果用于正手连续进攻 很靠谱 整体偏稳 杀伤力肯定不如老大哥D09C 不过近几年 反手年套也开始流行 如果用作反手 要比D09C好驾驭很多 属于既有D09C的型 也有D09C的神 但是整体素质要稍弱意的 符合青春版的定位 总结一波 其实Glazer系列的目标用户很明确 对蝴蝶品牌有好感的进阶级球友 尤其是想把蝴蝶旗舰款交比当作最终目标的球友 Glazer系列就是蝴蝶拿来给你们试水了 更低的上手门槛 更低的入手价格 倘若觉得舒适 充一把旗舰也不是不可以 但对于普通球迷来说 Glazer系列的定价其实略显单大 毕竟同价位已经可以摸到高端德系 这就得看你要不要为信仰充值了 视频没看够 没关系 全网搜索莫奈刀装备 更多装备视频有你好看 我是你们的莫奈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